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總召Alan 我們這場場次是Zero Day發表會 當然Zero Day發表會 其實有人會說 所以今天是要發表很多Zero Day嗎 但其實並不是 所以可能有人說這個好像 標題檔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HECON有一個side project叫做HECON Zero Day 這個平台其實就是一個漏洞通報平台 我們今天是很榮幸邀請了幾位通報者 跟我們配合的這個合作夥伴 來說明一下 他們通報的一些經驗 跟我們合作的一些經驗 我先簡單的講一下 什麼是HECON Zero Day 這個是我們這個團隊的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希望是 讓漏洞成為你的助力 這個你其實指的是企業 指的是廠商 在以前很多很多的企業 他其實很擔心很懼怕 可能有人來找我的漏洞 因為他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要來勒索我 甚至他可能會去報警報案 然後他會覺得這個一定是要來搞我的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其實在國外很多很多的大企業 他其實甚至會開一些bug bounty的計畫 他甚至很感謝所有人來跟我通報漏洞 因為他會讓這些漏洞 直接給廠商 直接給企業 而不是流落到一些黑色產業去做販賣 去做供給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讓台灣的企業知道 是讓漏洞成為你的助力 而不是一個阻力 那HeatCon Zero Day的漏洞通報平台 其實就是他的網址在 zeroday.heatcon.org 這個平台我大致的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已經是第N版了 所以長得可能跟以前有點不太一樣 那HeatCon Zero Day其實歡迎大家來註冊 不管你是通報者或者說你是企業 其實都可以 通報者就 顧名思義就是去通報漏洞 那HeatCon的這個團隊就會協助去尋找到 企業正確的一個資安窗口 避免到說你們可能去聯絡客服 或是聯絡錯窗口 那可能就被 這個信可能就被drop掉了 那如果你是企業的話 也歡迎你來註冊 那註冊之後呢 你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 你的企業裡面有哪些資安的漏洞 被大家所通報 那當然我們這個平台是完全公益的 所以完全免費 那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通報很多很多企業 大概有通報有上千吧 那這些企業呢 其實裡面有一家 讓我印象很深刻 他通報信的時候 他回我們信 他說 請問一下 你們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我說我們這不是business 然後他就說 你們難道不收一毛錢嗎 因為你們還有給了一些 這個修復的建議 我說 對 我們不給一毛錢 他說 那你們怎麼生存下去啊 這我很替你們擔心耶 就已經到的是 企業會替我們擔心的程度 那我就覺得我們其實在做的是一件 對的事情 雖然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累 我們這個說 我們所有這個team裡面的 不管說是通報組的 審核組的 或是研發組的 其實每個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 回來我們的這個平台 我們這邊有首頁 那我們會有一些 最新公開的一些漏洞 那以及呢 你們可以到漏洞的列表 上面會看到說 可能有多少人通報的漏洞 然後呢 是什麼漏洞 這些漏洞的這個 的這個 企業的名稱呢 其實是會在它修復完畢之後 或者說等到時間到期之後呢 才會公開 這是保護企業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 比較詳細的這個圖示 包含說 這個漏洞通報呢 它的這個time line 大概到了什麼時候 比方說 我可能幾月幾號的時候 通報給它 那它可能接收到了 它可能再處理了 再修復了 最後呢它可能是 已經修補完畢了 然後最後公開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 像捷運MRT的這個時間軸上 看到說它的這個stage 到哪一步了 那我們在最新的這個功能裡面 我們有做了一個排行榜 那這個是即將推出的新功能 就是我們會 我們要獎勵通報者 所以我們會去 有一個簡單的一個積分 那如果說它通報的內容呢 是很正確的很嚴重的 而且它把通報的這個report 寫得非常好 讓企業能夠明確的了解到 我的漏洞在哪邊 該怎麼做修補的話 那其實這對企業是最有幫助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獎勵的方式 那當然這個積分呢 目前沒有任何作用 但往後以後或許呢 這邊可以變成是一個 企業來尋找資產人才的一個方式 或者說也可以來參加其他的活動 所以我認為這個的延展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至於企業端呢 我們有個企業的後台 當你注射成企業的這個 企業的帳號之後呢 你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說 我的企業裡面呢 有哪些漏洞是通報給我 我會在第一時間 得到我的這個漏洞的情報 並且我可以直接去切換說 我漏洞現在處理的進度怎麼樣 我正在修補 然後我修補中 或者說我已經修補完畢了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漏洞公開 那甚至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跟通報者 或者跟Zero Day的團隊 有一個溝通說 我認為這個漏洞 我看不懂 我不知道怎麼修 或者說請這個 Zero Day的團隊呢 給我一些建議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 溝通的這個平台上面呢 可以來做 來做一些這個交流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Heat on Zero Day的一些 主要的新的大功能 那其實小改版非常多 我們其實幾乎每週 每兩週都會有一些 大版本的更新 那我也簡單的 很快速的分享一下 我們通報的經驗 其實漏洞通報的經驗 其實是 我認為是很辛苦 又很痛苦的 因為呢 台灣的企業呢 其實對漏洞的這個 敏銳度其實還不夠高 那我接受到最棒 最滿分的通報經驗是 第一個 它在網站上有標明 所謂的資安的窗口 例如說 像security at 什麼什麼company.com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OK 你寄給他 絕對是正確的 而且他的成績 可能是夠高的 他不會說被這個 被RD吃案 或是被客服 以為是詐騙性這樣子 那再來呢 他甚至會跟我們討論說 請問我這樣子修是對的嗎 那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甚至他可以把一些 他的修復的做法 跟這個reference 可以來跟我們交流 更進一步的 甚至有企業說 他希望能夠知道 通報者是誰 不是要揍他 是說可以給他一些獎勵 例如說 雖然說我沒有開Bug Bounty的計畫 但因為你通報這個弄弄給我 我很感謝他 我希望可以給他一個獎金 那這個是確實有發生過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滿分的企業 再來普遍的是 60分 就是反應比較不積極 或者說他可能修復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會跟我們說 這個我修好了 但是我們一看 完全沒有動過 所以不知道說這個是 他可能修復的方式不對 那比較多的是他可能直接上了WARF 上了防火牆 擋掉之後就說我修好了 我認為呢 這是台灣企業 面對資安 一個最大最大的錯誤 就是他認為 我用設備 阻擋就是安全的 這是錯的 為什麼是錯的呢 各位在HitCon這兩天 或者說在以前 一定聽到很多 一定聽到很多駭客的手法 不然說我如何去 繞過偵測 繞過防禦 所以各位 防火牆或是WARF 是不是可以繞過 對駭客來說可能並不難 那各位企業要做的事情其實是 我明確地把這個漏洞的問題點 把它修補掉 這樣的話才是治本 而不是指治標而已 那再來就是 修復的時間可能是過長 那因為這個也是很常見 可能企業內部會覺得說 我開發新版本 或是說我的一些活動比較重要 所以我資安的漏洞 就是盡量慢慢修 這個是我也覺得不太好的 因為我認為呢 資安的問題呢 應該要在第一時間趕快處理 那不然的話 這些漏洞其實在這個時間之內呢 都是鋪路在外面 那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的壞駭客 壞人呢 他就會去想辦法去攻擊你 那最後講一下 零分的 這個就是 我們也很常遇到的是 我們寄信給他 那怎麼樣寄 他就是不回 甚至呢 他的Whois的信箱 他的客服信箱 或是網站都不見了 我們甚至不知道說 這公司是不是還在 但他網站還在那邊 那這期我們就會非常煩的困擾 那我們可能就會去尋找一些合作夥伴呢 來幫助我們做通報 再來就是呢 他有些企業可能會跟我們說 欸 在我電腦看起來是好的啊 在我電腦看起來 這個應該不是漏洞吧 但可能 我們很明確的看到說 通報者 他已經明確標出來說 漏洞在這邊 所以你的個資已經在這邊了 你的資料庫已經盪不出來了 但他說這不是漏洞 難道這是feature嗎 應該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可能是 資安人員的 或是開發人員的 資安的sense 可能還不夠好 那他可能要明確的去知道一下 到底什麼樣是資安的漏洞 最後一項是呢 認為我們是詐騙集團的 但這個 在這一年以來 已經沒有發生過了 因為HeatCons 已經兩年了 但在第一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 那個 企業打電話 打電話到協會的辦公室罵人 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們怎麼可以把我的網站 弄一個洞出來 然後你們到底想要幹嘛 我說這位先生 這個 我們其實是一個通報平台 然後呢 是有 熱心民眾跟我們說 你有漏洞 然後請你做修復 而不是我們鑽一個洞出來 我們沒辦法鑽一個洞出來好嗎 然後他還是不相信 然後說 弄了老半天 最後他終於好像搞懂了 打通了說 他後來才補一個電話說 之前真的很謝謝你們 跟我們講漏洞 然後他已經把它修完了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呢 台灣的企業呢 是可以被教育 是可以讓他們了解 資安的通報 跟資安的漏洞處理 該怎麼做 甚至再更進一步 我認為台灣的企業 是可以再做Bounty的計劃 那這樣才可以把 資安人員 把駭客變成是企業的一個助力 好 那以下我們會邀請三位分享者 包含說我們的 HECON Zero Data的合作夥伴 TW4CC 那他會去協助我們去通報 政府單位相關的漏洞 以及呢 有兩位通報者 Chris跟木棍 好 那我們先歡迎TW4CC 大家好 我是TW4CC 副主任 好 我們今天主要來講 是說 我們跟HECON Zero Data 怎麼去合作 怎麼去將這些通報案例 分享出去到各個受害的一個單位 那以下是我們一些 前面就是雷色 或者是項目 OK 好 我先講一下我們國家現在目前的那個 通報的組織架構 我們台灣我們有幾個各個領域負責的不同的通報 那我們 比如說政府部門有TWN設來負責 還有金融部門有FAS設的 還有電信業者是NCC的設來負責 那我們TW4CC主要是Coronet這幾個SERT 那我們主要是跟國際上的一些合作 還有一些主要各個SERT 一個通報 那我們通報的 在政府裡面通報的 我們主要是說 我們有些通報是從國外或國內的一個SERT來 通過我們以後 如果是跟我們政府相關的一些通報的話 我們就會通報到GISAC去 另外如果是一些資安公司 發布一些資安漏洞訊息的話 一樣我們會直接做一個通報的回饋 還有一般企業 如果假設它是有遭受到攻擊的話 我們也會去做一個通報 另外最主要就是我們跟Hikantido隊 有一個資安通報的平台做一個合作 那一樣相關因為在政府上的一些 在政府的作業行政程序上 比較一個複雜繁瑣 Hikantido這邊希望我們幫他處理一些 政府時間相關漏洞問題的一個通報 我們Hikantido隊 我們是跟Hikantido隊 是跟Hikantido隊一個策略聯盟 我們會約定說 政府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部分的通報 會透過我們去做 那就是剛剛講說 因為政府的程序上比較繁瑣 那我們是接政府跟民間之間的一些通報 另外有關一些 剛剛Alan講過說 在一些企業自己 他們發現他直接會跟企業直接做一個通報 那這是我們跟Hikantido隊通報一個案例 Hikantido隊如果發生一個更新政府 比如說受害的單位是屬於政府的一些單位 他就會通報給我們 那我們會做一個基本的過濾以後 確定以後還有分析說 這是屬於哪一個單位的話 我們就會通報到相關的GISAC去 GISAC他會去根據他所在的一個列管的單位是誰 會透過GISAC去通報各不同的單位 比如說通報到 如果是屬於電信業者 他會通報到NCC去 那屬於跟金融官 就會到FSAC 政府的相關部門的話 就會透過電視紀錄中心的話 去做一個TW-NCC去做一個通報 那我們對漏洞通報的流程 比如說一般我們就是有一些 就是像Alan他們那些 或是有一些買帽號客 會去做剛剛講的一個 Hikantido隊的一個通報的平台 去做一個通報 那如果他屬於一般企業的漏洞的話 就會Hikantido隊 他就會自己去做一個通報 跟一個整個漏洞排除的一些程序的管制 那假設不是這個企業的話 就會通報到我們的TW-SERCC 那TW-SERCC的話 就會到GI-SEC去做一個通報 那根據相關的 剛剛提過的不同的負責的單位 負責的領域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通報 那另外我們也會對一般 TW-SERCC平常也會對一般的企業 做一些宣導 比如說有重大的一個漏洞問題的話 我們會去做一個宣導 那接下來我會幾個通報案例跟大家 比如說在Hikantido隊 有跟我們講說有一個政公所 他的政公所就屬於一個政務的單位 他網上有一個 Deflect Cross-Site Screen的漏洞 那我們的處理就是說 我們會去查相關的 相關這個漏洞 這個主機所發生的IP 還所屬的單位是誰 那確認以後 我們會 確認物我們就會傳到 我們的GI-SEC的平台去 那GI-SEC就會給我們一個 一個漏洞 這個通報的一個編號 那我們就去做一個管制 那GI-SEC也去 會根據這個問題 他會去做一個處理 說這個確定 他會去把 往下去做通報 說這個負責的 負責的單位是哪裡 會去通報 排除的狀況是 如果他也會在這個GI-SEC平台上 做一個登錄 等到他 我們會去查說 他如果修補完成以後 我們就會再回報 給GI-SEC平台 那確定這個問題 修補以後 GI-SEC平台就會把這個 這個漏洞 把它公佈在GI-SEC平台的網站上 那另外在經典三有一個 Apache的Struct2 這是一個比較 中大一個漏洞 那因為這裡是一個 重大訊息 在還沒有發生說 有什麼 大家這個漏洞出來以後 還沒有說誰 受害以後 他會有這個訊息 因為這個很嚴重 那GI-SEC平台這個團隊 也會發給我們GI-SEC 一個警訊 那我們會在GI-SEC上去發 所有這個訊息 那之後陸續 可能就有一些資產專家 或是一些像各位 有一些有興趣的 就會去根據這個資訊 去在台灣網路上 去做一個try 看哪些伺服器 或哪些server 有一些相關的漏洞 那陸續的統計出來 也會送到我們的TW設計 那如果跟我們有關的話 我們會去做處理 那一樣我們會把這個相關 一些相關資料的一些 因為這已經有確定說 哪些機器是有這個弱點 那就會通報我們 我們就會到GI-SEC的平台上 去做一個反應 那另外如果我們查的時候 因為有些企業它的主機 不一定是由台灣的 比如說中華電信或等等的一些 ISP 業者負責 有些是它會註冊在國外 那如果這些主機 是屬於註冊在國外的話 一樣我們會去查了以後 說它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 或哪一個國家的ISP 我們會通報出去 因為我們TW設計 主要是負責 國內外的一些 跟國外的一些交流的合作 所以我們會去把這個訊息 通報國外相關單位去 那另外除了我們 除了漏洞資訊 是從HitCon Rural Day 而來的一些相關弱點以外 我們TW設計 也會主動到RongH上去 去做一個資訊的收集 因為RongH上會把一些 世界各國 他們對詹人 對一些相關那個 漏洞的發佈情景 會在這邊 那我們會篩選說 跟我們台灣有關的一些 單位一些網站去 去做篩選 我們TRY-SEC出來 我們會去確認說 這個弱點是不是現在目前 還是存在的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會去做通報 一樣查出我們說 這個主機的管理者是誰 這個主機的管理者是誰 他的漏洞性質是怎樣 那我們會去做一個通報 通報還有我們去管制 他說到底什麼時候 有沒有完成 我們去相關做一個紀錄 那同樣這些事情 我們會透過GIS-SEC去做發佈 如果假設這個漏洞 是屬於政府單位的話 我們會透過GIS-SEC去把漏洞 把它發佈出去 如果假設這個漏洞 不是屬於政府單位 是一個民間企業的話 因為我們的角色 也會跟Hikaru Day的角色一樣 我們會去直接跟企業做一些聯絡 說他有這些相關的問題 請他做一個修補 那這是一個弱洞區 他一個受害網頁會被換掉 那一樣我們會做相關 當然我們會去做一個通報的作業 那接下來除了這個漏洞 是第三方主動發現跟你講說 你的系統或是你的伺服器 有點漏這個通報 另外有一些是民眾通報 民眾通報是說 他可能他自己家的資安產品 或是他已經被害 他發現了 他就會通報給我們TW-SEC 那我們會幫他做一個相關通報的處理 因為我們TW-SEC 因為剛剛提到說 我們國家有很多社的 那我們TW-SEC主要負責的對象 我們的服務的對象就是一般民眾跟企業 那我們在這對民眾企業發現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相關的處理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程序 希望他做一個那個 好好的把這個問題都給解決掉 那因為一般企業其實他不是那麼大 我們負責比如一些中小企業 他可能自己沒有一些職案的一些人員 那所以說他遇到一些相關漏洞的時候 他可能沒辦法去好好的去做一個處理 那我們會建議他我們TW-SEC 我們正在建台灣的一些職安的人才庫 或是一間職安的知識庫 那未來企業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透過我們去引介職安公司 去幫他處理這些職安得益的問題 那這是一個 有民眾企業通報SAL 有人嘗試對他家的主機做這個攻擊 那我們會做一個分析以後 覺得這個是屬於哪邊的攻擊 要通報到哪裡去 那另外就是說有人發現他的 有人尾貌他的公司的郵件 發惡意調理郵件去做一個 對外做一個尾貌攻擊的事情 那一樣我們會去做一個分析 分析完以後我們會去通報 比如說因為他這個尾貌郵件來源 可能是在美國 那我們就通報US3 這個domain name註冊是一個 是4IR name註冊這家公司 那我們也會通報這家公司去 那我們TW設計會給一些 相關的協處建議 另外在ロン工具的部分一樣 我們會去分析說他通報出來的 實際上相關資訊 那我們會去找出相關 會判斷出哪些 這個IP是屬於誰 我們就把它通報到哪個單位去 那這是國外註冊 那我們就通報到國外去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通報一個網站被 被包招尾貌的一個通報案例 那因為網站被尾貌 大約都是做成掉以網站 那我們台灣有 我們會通報到TWNIC 他有一個 一個反掉以網站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通報過去的話 他會做一個IP的一個主檔 那最後我做一個結語 其實剛剛Alan講過 其實我們在做通報上面 其實我們常常被Flo說 我們是詐騙集團 那這是說我們 因為他家 他們對一個資案 可能意思沒那麼清楚 或對資安知識沒那麼多 那我們剛剛講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懷疑說 我們真的是詐騙集團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企業 它的系統或什麼 都是委外做的 那我們通報到這個企業組的時候 他有問題 那另外這個企業組 因為他是委外 所以委外常常會來質疑我們說 我們為什麼沒事去跟他的User 講說他的系統有問題 讓他的名聲受損 所以他就是會來抱怨我們說 我們不應該去直接通知 通知那個User說 他的系統有問題 表示他做得不夠好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會通報給你 就是我們不是找雜的 我們會找你一定就是 你家組織被人家打 或者是你的系統有問題 或者是你已經被駭客 害進去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你的機器人 人家在關你了 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知道說 安全沒有100%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能受到攻擊 或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快點把它解決 最好的問題就是透過通報 因為很多資安攻擊 其實都是連鎖反應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所做的攻擊是怎樣 那我們早一點快點知道說 目前在網路上有哪些攻擊存在 那透過我們請自己分享的話 卡好之後有些問題 我們馬上拿解決掉 就可以來做 把這個損失減到最小 那另外做廣告 我們在台灣 我們第一會辦 在結合台灣各個社會 會辦一個這個 這個資安的應變年會 在我們在9月13日 在台北即時科技大學 會辦這邊 那這個 這些討會是免費的 這主要是要宣導民眾企業 怎麼樣去 去因應治安威脅 怎麼去做一個通報處理 那提升大家 對治安的一些 防禦的一些技術 以上 謝謝 那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想不到呢 大家都被當成詐騙集團 所以這應該是要多 跟企業宣導一下 這個我們其實 真的不是會去找查的 我們都很希望說 企業知道說我們是 心存善念 我們是要做好事的 那接下來我們 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們通報者的 一個回饋 因為 下兩位通報者 其實他們都是很用心 也找到很不錯的漏洞 而且他 在跟企業溝通 跟撰寫上面 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等於 我們 先掌聲歡迎一下 下一位通報者 Chris 拍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你会吗,就是前面是雷射 是我记得吗,OK,好 欢迎她的音乐 哈喽,测试,OK 大家好,首先,那先在这边要先谢谢HeatCon还有DiveCC 提供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们通报者有一个很好发挥的地方 那我相信他们其实也扛了非常多的炮火 那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在通报完之后 那基本上就算蛮安心的 那这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坤县 那大家也可以叫我Chris 那目前是服务于在仲华电刑这边 那就是为了你一直躺在最前面 那现在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渗透测试 那因为我们做这个其实做蛮久的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腻 那我这边我也会就是在闲暇时间做一些层次开发 然后甚至是一些网管之类的 那听说我们在这边做简报都要有一只猫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上班的样子 那我这边的话我同时也是我们ISDA 也就是另外一个自然社群的白帽精英的策划人跟监客的讲师 那同时我也是Zero Day这边的那个漏洞平台的参与者 那这边要先提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我们Zero Day的这个大平台呢 那大家应该会多少知道说其实在我们HitCon推出这个平台之前 有一个平台叫做Valent Report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有找到一些网站的弱点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有想说要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做通报的 结果呢 我那个时候刚注册完一个账号 那注册完账号之后 它是说要搜那个信件的确认性 那我按了三四次它还是记不过来 我也都一直搜不到 那我很认真的挣扎了快三四天 我还是没收到 所以我最后放弃就来到Zero Day这个平台了 那可以从没有这边看到说 我那个时候有发个信到他们那边去 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信 所以之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回报 那在接下来的话我会带三个案例的分析 那有一些的话会带到一些技术的分享 那首先先讲到 在某个晚上我打歪了 那这个是因为在于说我们有时候会接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案子 那那个时候刚好要做到一个银行的渗透测试 那这个银行渗透测试的话 它是直接做整个Domain的检测 那我们就想说那可以玩得很开心 那因为这家银行它的资案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那如果说主网站打不进去 那我们可以打什么 打网段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它的Domain那边去找到说 它中华电信的Win IP 那大家都会很直觉想说 那大部分都是255.255.25 也就是slash24的段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打进同网段的某一台机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直接迂回地去做攻击 结果呢 这一个就是在于说 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 我打歪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切网段 它这边是切了一个slash27 也就是它是224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打进这个Bill Hunter的系统的时候 看一下 好 这个是某一间银行的Bill Hunter的系统 那这个Bill Hunter系统 它是由我们台湾这边某一家系统开发商 所开发的电子账单的系统 那大家可能会常常说会收到一些什么 电子信用卡的账单到底没有 大部分都会是从这个系统那边寄过来的 那这个系统的话它其实有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非常老旧的ASP 那第二个是有稍微好一点的 比较新的是ASP打内做开发 那这一次出问题的 是在于说它这个ASP老旧的系统 第一个它的状况是 有账号列举的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在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账号有没有存在资料库里面 或者是没存在资料库里面 那透过这两个出讯息 我们就可以去做账号的列举了 那再搭配置点挡座攻击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Bill Hunter的这个系统里面 有个账号叫做operator 好 那operator之后呢 有这个账号之后 要再拆密码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就开始去拆密码 那结果 就达到竟然是弱密码 因为它的密码也叫做operator 那我们就进去到系统的后台里面 而且是系统管理者的权限 OK 那我在简报上面 这边有留短网址 那如果说有使用电脑的朋友 就可以先上去看一下 它的那个ZeroDeath上面的资讯 会比较详细 因为这个简报之后会公开 所以有些图片我没有很方便放在上面 好 那进去到这个里面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去分析它网页 应该说它HTB回应的标筒 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回应一个什么 Server Microsoft IIS 6.0 非常的经典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说 它使用到的是什么 Windows 2003的系统 好 那这个系统搭配这个IIS架构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弱点 就是叫做副档名的解析的漏洞 透过这个的话我可以在一个副档名后面 去append一个分号 那这个时候IIS在做解析的时候呢 它会以为说这个是ASP的脚本 但是实际上看后面 这边其实是一个PNG的图档 那代表说它碰到分号的时候 它就自动地去解析前面的副档名 那导致说我们 你的网页系统可能写得非常的安全 有使用到白名单的机制 只允许前端上传图档上来 那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上传其实是个图档 但是因为搭配了这个系统的弱点 它就可以去造成了我们脚本的执行 所以这个GG.ASP 其实就是一个网站的后门 那传上去之后 那就可以看到说 它上面就可以去执行任何的系统指令 包括说你要去管它的网站之类的 其实都可以做到 而且如果说大家有点进去看 刚刚的网页的话 在最下面的部分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是一台内网 那也可以再继续去做 更清洁的内网渗透 那又来到了某一个加班的夜晚了 这个是第二个的案例 那刚好就想说要偷偷地去网购一下 所以线上做转账 那这个时候就发现说 某一家银行的网银 它之前没有任何验证码的机制 所以就只要输入你的用户名称 你的用户代号还有密码 这三个然而为你就可以进去到它的网银了 那之后它改版加入了这个验证码的功能 好 那我们可以常知道 在验证码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做攻击 最常看到的两个点就是 第一个我们验证码的答案可以做重送 或者是说今天它验证码的图片可能太简单了 很容易可以使用光学识别的技术 把它图片上面的文字做解析出来 那这边我给出了两个小工具 第一个是Bub Bub 的话在于说它是属于一个HTTP的Proxy 透过这个东西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观察 甚至是去修改整个HTTP的风包 那第二个叫做Ketra Breaker 这个我等一下我在后面会带 那可以看一下 它新改版的验证码的图片长什么样子 对就是长这样子 看到这个我也是惊呆了 因为这个验证码的图片 其实说真的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其实远远看 就算是在门口那边看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纯数字的验证码图片 那透过这个的话 我们先讲一下刚才验证码重送攻击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先老老实实的在一个网页的表单上面 去送出它想要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第一步记得 要先填入一个正确的验证码 那如果说它今天在设计验证码的验证逻辑上面有瑕疵的话 来看一下 如果说它是先检查账号检查密码 再检查验证码的话 那这个防御机制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已经我们最前面所输入的账号 它已经先进去到里面做检查了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更常看到 在第二步的部分 它是先检查验证码 检查账号检查密码 看起来很正常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再去要第二张验证码图片的时候 那这就代表说 server端那边一定都是存取到 我们第一张验证码的答案 那会就造成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可以使用验证码重送的攻击 因为我一直到下面的loop的时候 假设第一次进来的验证码的答案是 5190好了 5190那我再输入一个账号 输入一个密码 来到这边去做验证 那第一步到5190过了 然后检查账号检查密码 然后之后我再送出第二个htb请求 我这个时候我的验证码答案 我一样是维持5190 但是我把账号密码改成 我想要拆取账号密码 那来到这个程式的逻辑的时候 它一样会过 为什么 因为5190一样都是存在server端 它没有被清除 所以真正说今天要做好一个健全的验证码机制 一定要在什么 在检查完验证码之后 不管说它今天验证码是输入正确或错误 一定要记得要在后端去销毁它当下的答案 这样子你可以确保说它下次再进来的时候 答案一定都是要一个新的图片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防御验证码 去replay攻击 那再来 刚才有讲到就是透过光学识别的技术 去辨识验证码的图片 那现在很夯的是一个叫做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那其实也可以使用到像是Tense Pro 这一类的框架 去让它自动地算出图片上有哪些文字 但是其实我还蛮懒的 所以我这边有找到一个工具标 叫做GSA的ketrap breaker 这个工具标非常地方便 那首先这边要先提一下 它是commercial的软体 那大家如果说宰下来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适用30天了 30天过后它就会跟你讲说请付费 那聪明的大家应该知道说可以装在VM里面做快照嘛 OK好 出去之后请先忘掉 那这个工具包它很方便 你可以先透过人工的方式 从你要测试验证码的网站上面 把它的图片都截下来 30张 那这个时候你在使用人肉辨识的方式 把正确档案填在档名上面 那这个时候工具就可以暴力地去释出所有图形的算法 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 在下面这个地方 它会做了很多二质化的处理 甚至说今天它会把它的图片拉大或者是放小 那这个地方的话它就可以判断出来说 它这边最适合的图形算法 到了90%的几率 那这个银行其实我们要在这边 也要稍微地赞赏一下 就是说他们当初在接收到我这边的通报的时候 其实他们反应得非常迅速 甚至说他们也会在发个mail 私底下来问说 我们修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会有之类的问题 所以其实要对我们台湾这边的网营多一些信心 那最后的话这边算是一个小运气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样在做一个客户的站 结果有客户做回报说 有人在打他的站 那他以为说是我们在做攻击 那做这一行的其实会发现说有时候很吃运气 那当然也会需要靠一些经验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站其实是已经被侵入了 应该是被中国那边的朋友侵入当跳板机 那透过PoScanning的方式可以看到说他开了非常多很不常见的Po 那这个地方的话使用到DRB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列出说他网站上面有哪一些的目录 那可以看到说他上面有个IS的资料夹 那透过去浏览这个页面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他页面显示出这个东西出来 那如果说有在使用过中国菜道的朋友 应该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Pattern 那再加上说他因为没有去修改一句话的木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反入侵这台僵尸的电脑 OK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他的call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感谢Chris的分享 所以各位也可以发现 这个渗透测试员平日工作的苦闷 可能就可以靠这个通报漏洞跟bug bounty来解闷 然后再来就是 在很多漏洞通报者当中呢 其实有很多是硬底者 所以刚刚大家看到说Chris他其实有很多漏洞 他其实是还蛮深的 那而且需要用到一些比较新的技巧跟新的工具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在接下来一位 最后一位通报者的分享是木棍 好 那我们先请各位掌声欢迎木棍 好 那我今天要说一个购物APP有好多弱点的故事 那故事是这样子的 就是去年的某一天啊 我的老板发讯息跟我说呢 有一个购物网站就是有中年庆祝的活动 然后再推就是有些有几组几组的限量商品 然后超便宜这样 然后我看到我刚好想要换手机 那我们就是对我们聊天的截图这样子 然后我有问过他 他说他可以露脸 所以我就把它放上来了 那我们就打开Brap Suite开始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APP 它是一个购物网站的APP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APP里面的一些通讯流程 那看一看之后我就把资料解出来 然后我就用Vue.js去写了一个简单的看板 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有什么商品要就是开卖 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上刚好在使用Vue.js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被中文字搞好痛苦 那就是那时候看板大概长这样子 那上面就会列出商品ID 就是待会要抢的时候需要用ID来抢 然后还有商品名称 还有算它的折数 然后呢我们再来就再看一下 诶 糟糕 怎么办 结账的那个风暴啊 它是有加密的 好 那没关系 有一个工具叫JADX JADX是Android App的decompiler 你可以把Android的APP的APK丢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把程式码都翻解出来 好 OK 那我们先找一下加密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翻一翻 诶 这东西看起来 嗯 好 就是它了 我们的key就也找到了 那为了抢便宜的iPhone SE 然后我们就写程式写BUT来抢 因为你手术一定不可能抢得赢 很难的去抢到就是那个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写程式来做 用BUT来做 然后呢 结果API它有速度的限制 就是你不能一直抢一直抢那个AP 同一个IP不能抢 然后结果我们就只好想办法开很多机器 然后用很多的proxy来做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的问题 然后总之到最后我一个都没抢到 很难过 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 是被内构走了还是怎样 我就不好说 那 回顾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 AES CBC 然后PKCS7的padding 好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发生padding overcode 那它是一个密码学上的失误 它主要是利用CBC的那个Block Cipher Mode 加上PKCS7的特性 可以让你用Side Channel去直接解密出 我送出去的资料 那第二个问题是它加密了 但是它使用的IV跟Key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你每一次加密的IV跟Key都固定 我只要知道IV跟Key 我就可以解密你送出来的资料 那我们刚刚是有讲到我们用的BrapSuite BrapSuite刚刚前一位讲者有提到嘛 它是一个HTPP proxy 然后呢 那个购物网站是有SSL吧 然后我再看一下程式嘛 那如果你有过相关的经验 你会知道 这个东西叫Trust Manager 就是它可以拿来控制你的Client 要不要去信任这个SSL的凭证 结果呢 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 我相信它一定是去网络上贴上了一段程式嘛 然后就变这样 那总之 就是你看到程式码都是空的表示它没有做任何检查 你给什么评证我都吃 然后意思就是会受到MIT的攻击 那我们反正就是用Ruby跟Python 然后各写了Google Script 然后后来再想一想 这APP都已经写得这么烂了 那我好像有看到它有Import SQL Lite SQL Lite是一个资料库嘛 然后果不起来 我又发现了Client Site的SQL Injection 好 那真的很无奈 然后我就翻了一下OASP2014的Top10的那个Mobile App的漏洞 Top10 不过我只列出了7个 因为篇幅不大 那黄色的部分是我有找到的 你看一下 十个中了四个 那至于第一个是说它的webserver有问题 那webserver我就没有去打它了 因为这BB经不是我的专业 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第二个是说你的资料储存在可以被其他人读取到的地方 那他们把身份证字号一些敏感资讯存在了那个Preference Manager里面 那这个东西使用你手机的备份功能就可以把资料抓出来 所以这个不太OK 那再来是它的那个SSL的保护没有做好 就是可以被MITM 所以第三个就中标了 然后再来第六个呢 就是会调密码学 它的IP跟key都是固定的 我相信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 还有就是client side的sequent绝选 其实是蛮厉害的 这是2014年的十大漏洞 然后2016的它还犯了这些错误 好 那想一下如果是恶意的攻击者 我可以怎么来对这个APP下手 那我可能就是我可以去咖啡厅嘛 大家都有Wi-Fi嘛 那我就在那边做中间人攻击就好了 那因为我有提到 它的那个 它没有检查凭证 所以说我就可以像Burbshue一样 成功换掉那个凭证 那我就可以读它的资料 读到资料之后 我就可以再解密它的下单的风包 解密完之后 我就有它的信用卡资料 然后我就可以 就可以做些坏事了 对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那过几天之后呢 我就想 好啊 那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丢一下Hickon Zero Day 通报一下好了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 这是Hickon Zero Day 网站的截图 那时间线 第一个时间点是 2019年11月14号 最后一个时间点公开是到2017 5月 好 那这过程中我还有写出他们进行复册的部分 那我还有帮他们测后来的MITM 然后我也同时也建议他们用那个Certificate 就是我只认某一张凭证 不吃系统里面的凭证的信任机制 然后就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我总共拖了半年 真的是心好累 然后很开心这世界的漏洞又少了一个 那我们可以来想想 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么奇怪的 这么奇葩的漏洞 那我觉得主因应该是富士天下的工程师 就是有一个网站叫Stack Overflow 如果你有在写程式 你一定听过这个网站 就是你会输入你的问题 然后去找别人的程式码怎么解 那这张附图呢是有人做一个研究 他去爬了Stack Overflow上面 PHP跟MySQL有关的程式码 然后结果发现那些程式码里面 有SQL injection的比例是 你看很高很高很高超级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当你在学程式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你的老师其实可能也不知道 什么是SQL injection吧 对啊 那就也很感谢这些有这么多的漏洞 让我们资源工作者可以有工作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很多书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去书店翻PHP的书 你一定找得到不止一本 里面的翻例程式码是有漏洞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回报漏洞 然后解决 不是不是教育他们 解决漏洞 好 开始了 然后我觉得 我还有时间可以Q&A 有人想要问问题吗 或是想要对前面的讲者提问也可以 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就谢谢大家 好 谢谢木棍的分享 那对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主持人才是我 好 我想问问题 不好意思 还是 这里这里这里 那个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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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请木棍推荐一本 市面上PHP没有SQL injection书吗 这不好说 我好像还没看过就是没有问题的书 好 那其实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就是 因为我以前也有写过PHP 我也会写程式 那 在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看到 网路上很多教学其实都是错的 包含说一个最简单的翻例来说 我们写网站 我们会需要抓使用者的IP 那我们看到几乎几乎 大概八成以上 在写IP侦测的这个方式都是写错的 那当然这个错有分成 Block跟有漏洞 那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 它没有考虑到太周旋的情况 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一篇文章 就专门讲说 怎么样安全地 有效地去记录所有使用者的IP 所以各位 网路上的文章跟书啊 你不要说尽兴 你可以试试看 那而且你多看一下官方的manual 其实会很有帮助 好 有没有哪一位有问题 我想问木棍跟Chris 就是你帮厂商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有给你什么回馈 或是让你有什么 比较开心的事情 可以分享吗 看起来他们不需要回答 但是我必须说啦 就是有给回馈的企业 其实是有的 而且甚至有些企业 它其实 它不想要经过 HeatCon Zero 对 它就直接 自己有一个 Bug Bounty的计划 像很多公司其实都有 那我觉得这样 其实还蛮不错的 好 各位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问题 请说 我想询问一下 就是我们在回报 这些跟这么多的 企业通报的过程当中 真正完全无动于衷的企业比例 到底有多高 然后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产业别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这个比例有多高呢 其实比例我很难讲 因为我们通报的漏洞 其实数量非常非常多 但我认为应该 现在比较少 以前的话大概有一半以上 但我觉得很多问题是 因为资产漏洞的通报 其实是不限网站大或小 所以可能有人是 他自己写了一个小网站 他有一个domain name 然后放在网络上 然后就被找到漏洞 那通报给他 他其实根本 他真的接受不到这个通报 那我们知道 很多这种无动于衷 可能是小零售业 还蛮多的 那因为呢 他们可能就是 小本经营 那他们可能也没有 什么IT人员 那更不用说 我们寄信给他 他有时候信箱是 是不会回应的 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还算不少 那我们如果遇到很棘手的情况 那例如说可能 比方说讲一个例子好了 可能有公司是专门 帮别人开发网页的 那那一家公司 开发公司 它其实没有资产的思维 所以它开发出来的系统 全部都有漏洞 那可能一次就有 上百个客户 那所以等于是 它一个Sequential的漏洞 可能就有上百个网站 都跟得有问题 那有的时候我们是 苦寻 研络不到 那我们有些情况 就会委托给Terra 4CC 来协助我们做通报 那成效都还蛮好的 对 以上回答 好 各位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问题 没有吗 没有的话 那我在这边 最后广告跟宣导一下 那Hikon Zero Day 欢迎各位来注册 不管说你是通报者 还是你是厂商 那各位企业 如果你们是在工作的话 也欢迎你们呢 去成立一个 至少有一个email的位置 是专门是做自然通报的 那方便我们通报者 可以寻找到正确 可靠的窗口 好 感谢各位 谢谢